新著的範例第二 五秦節事件 我們看一段經文 大家打開小梁傳第二章 小梁傳第二章 這裡講五秦節降臨 第一節至第四節一起讀 預備起 四年降臨時有一個超廣的事發生 就是謊言的誕生 我們值得問一下 這個是很關鍵的時刻 教會誕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教會誕生為何要有這個神跡 明白嗎?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聖靈會刺下方言這個恩賜 明白嗎?事實是有的 我們要問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 清光 為什麼說方言和傳方言呢? 大聲說 講第二個國家的語言 為什麼一定要呢? 我問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再看下去 我追問Fanny為什麼有原因 Fanny覺得很好 傳方言 因為講第二個國家的語言 值得注意的就是 跟著他們這個表現 有些人誤會他們喝醉酒 同意嗎? 我們看到第十三節 有人擊召他們說 無非是新酒灌門 對嗎? 有些人說 沒什麼 他們喝醉酒 然後第十四節這樣說 留意一下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 站起高聲說 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這件事你當然知道 也則以聽的話 其實不是喝醉酒 是有什麼事後倒了 對嗎? 對嗎? 請問你彼得用什麼說話說的? 用什麼語言? 彼得出來說 十一個門桌在後面 彼得說的話 只是用一種語言 對嗎? 用一種 這種肯定是當時的阿蘭話 就是越過現在的廣東話 無論如何 用每種語言都好 彼得不會用十一個語言 對嗎? 對嗎? 他講這件事有沒有翻譯? 沒有翻譯的 那些圍觀的人說 他無非新酒灌門的人 聽不懂得明白? 聽不懂得明白? 那為什麼要謊言?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都不用翻譯那些都明白的 大家都講廣東話 不過原來你會講廣東話 他會講廣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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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聖靈充滿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講廣州話 講廣州話 其實大家都會講廣東話 明白嗎? 要傳呼音 不如講廣東話就可以了 明白我的問題嗎? 為什麼要有謊言? 不同的 很厲害 本來不懂的都懂 很厲害 顯示神的大能 可以嗎? 也有可能 不過如果真的要顯示神的大能 上帝就奇怪了 不如整個死人服務更好 明白嗎? 或者他們一聖靈充滿 指著哪一個 哪一個就啞了 然後祈禱好 那就更加大能 如果說大能 似乎有更大的神跡顯示 上帝更大的能力 以神會會做的 在廣州話 為什麼不用那些呢? 為什麼是謊言? 明白嗎? 明白嗎? 這個不是得救的憑據 我希望不會引起和你的不快 我不知道你的神學是什麼 我不認為站得住腳 因為這個是得救的表達 有些人有救救一派的寧恩的弟弟姊妹 以這個說法 站不住腳的 史特仁傳很清楚地說 至少很清楚地說 有些地方根本信耶穌是不 或者信耶穌有謊言 刺下有一個critical的表達 OK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identify identification在確認 其實不關特救事 很關鍵的 我們現在逐個看一下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謊言刺下的神跡 在聖靈降臨 教會誕生很關鍵 非常關鍵 先講 其實它是第一個作用 是突破四面圍牆 OK 教會一誕生那一刻 教會的形態表現 就是那個 Wallets 不是Wallets 是武場的教會 Wallets OK 武場的教會 為什麼呢 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它說 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 從天下各國來 在二樓撒冷 這聲音一響 眾人都聚集 是不是 各人怎樣 聽見門徒 怎樣 一起說出來 但是請問你 他們領受謊言的時候做什麼 這幫門徒 即他們什麼情況之下領受謊言 那幫門徒在做什麼 領受謊言的時候 在祈禁土 在哪裡 有的有講的 聖經 在哪裡 在屋子裡 在馬可樓房 我請問你 我不知道房子多大 有百多人 一起在祈禁土 領受謊言 OK 在屋裡領受謊言 為什麼全城人聽到呢 你有沒有想過 眾人都聚集 個人聽見 在屋裡祈禁荒言 全世界都聽到 怎樣 每個人都抓著頭去聽聽 你明白我這樣 其實我不是隨便推論的 你想清楚 中間沒有說出來 但是有一件事發生了 他們領受謊言 由他們領受謊言 到全城的人 這些人都聽到 圍觀 聽 中間發生什麼事 而沒有寫下去 你明白我的問題 為什麼門徒在房間裡發生的事 會全城人都知道 大聲說出來 離開這間屋 一定不是拆掉這間屋 他們領受謊言 聖靈充滿領受謊言的時候 他們真是讚美神 但是聖靈感動他們 做了一件事 他們是離開這間屋 在街上讚美 大家聽聽的 這個很關鍵 這群體領受 教會一承認的時候 他們就被感動 離開 離開牆 不要在牆裡做 將見證帶到界外 讓人見到上帝的作為 並且聽到上帝的作為 抓到嗎 這是第一個很想聽 教會誕生一開始 神的心意已經很清楚顯明 他從不願意 教會困在這棵牆上 OK 不要認為我說的一個堂會這麼簡單 當然反省在香港做堂會 我們怎麼做 不過你想想 一些教會為什麼遲遲都不能參與宣教 你想想一些 一樣的形態 如果教會 整天很內聚的教會 認為教會在屋裡領受聖靈 在屋裡債美主 在屋裡你見證我我見證你 如果這樣的形態 永世都不會宣教 一樣的形態 你明白嗎 從這裡走出一條街 那個信仰 那個信念 那個教會觀 是足以支持你去到更遠 但是如果你不肯走出去 永遠都不會出去 明白嗎 教會觀 重點不是你和我的選擇 重點是聖靈師教會發生的那一刻 他在感動著什麼 他在感動著人出去 明白嗎 剛才我們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是謊言 就重要 第二個 突破文化界限 cultural war 剛才是physical 這個是cultural cultural war 是很重要的 我們問為什麼聖靈在這個教會誕生的時候 重要性是謊言恩賜 很簡單 我已經說了 其實他可以說廣東話 沒問題 但是不同之處在哪裡 OK 阿良就很清楚了 我深信阿良都同一個經歷 阿良第一次去印度 當你第一次去印度 大家都去過旅行吧 你不要當孫教 好嗎 你去過旅行的 OK 有幾多人去過 一世去過韓國 去過韓國 那去韓國 那去韓國 當時都是旅行你自己人的 自己去的 OK 沒有 跟家人去沒有 當是呀 當是呀 你去韓國 你去買東西 你知不懂說韓國話的 是呀 現在認識了嗎 嘩 在地上 在地上 學了 你可以了解 一樣的 你去到一個 第二個文化的地方 你去過韓國也好 泰國也好 日本也好 你去買東西 那你努力地溝通 是不是 於是怎樣 你就努力了 你懂得幾句韓文 就說幾句韓文 都疑似不達意 說完英文 當你去購物 說呀 說呀 說的他都不明白 或者他都會對你笑 當你說完之後 他就說 先生你要什麼 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不是被玩 你突然間聽到廣東話 你會有什麼感受 如果是韓國人 哦 早響呀 而且你會很釋放 明白嗎 明白嗎 那 語言是什麼來的 語言是文化的表徵來的 我一用你的說話說 那件事突然屬於你的 是否有意思 為何要謊言 為何不用廣東話 他們本身都有個國籍 但我用你本身的 你成長的語言 你要講福音 和我講 大家都說英文 不過你是韓國人 你是日本人 你是泰國人 我們香港人 一起講英文 都通 不過有隔膜 我突然用泰國文 跟你說 你是泰國人 你突然覺得 這件事屬於我的 明明他想打破什麼 方言 不是見證什麼神跡 這麼簡單 其實 而且他們說的內容 是讚美神的作為 其實 他在說什麼呢 在教會誕生的一刻 他就要跨過所有的障礙 文化的一個最無形的障礙 明白嗎 穿過他 而且那個穿過是誰呢 你想真些 如果聖靈又是單單要他聽得明白福音 其實有第二個神跡 就是方耳 行不行 意思就是神的神跡叫他聽得明白 我講廣東話你聽得到是泰國 即是我是講廣東話 不過你聽來你是泰國人 你明白嗎 可不可以是方耳 都行的 如果神要用 你的神跡行不行 但是神用方言 不是方耳 有什麼不同 很大不同 主動 要突破 人霸的是誰呢 是教會 是教會去 是教會主動 是教會放下他的身段 是教會去認同 進入文化 叫人明白 這個形態不可以倒轉 這個就是宣教 教會誕生那一刻 上帝不是用別的方法 就是用方言 表明他對萬國的慣懷 有一個很短、很濃縮、神跡性的表達 讓你明白 離開一道牆是第一步 但是一道牆是更加厚的 就是文化的牆 OK 這道牆 如果要突破他 不是對方 而是你 你有一個 mission 你求主幫你 以至用他熟悉的文化 來呈現應該他都要獲得得到的福音 是我們的責任 明白嗎 重要性是神學的反思 第二 當然第三個比他更加神學性 conceptual 一些 就是突破什麼呢 不如說這個先 一起讀吧 語言語 語言怎樣 同意嗎 相同的語言 是產生一種文化的形同 第三方面就是 這個 是 不說了 就是 temporal war 即是在時空、時間上 什麼叫做突破末世視野呢 因為在神學上講五重職事件一個重要的意義 五重職事件主要在方言的了解上是突破語言的象座 語言的象座由什麼事件開始呢 人與人之間 巴別塔 所以在神學上我很熟悉的一個講法 在神學上講五重職事件是對人類帶來極深的意志 是回應巴別塔的事 從來我們的象座是因為人犯罪 要自比於天高於上帝 而有的一種難助 如今透過教會 要教會再不是不同的國族 都成為神國道裏面的子民 換句話說 在教會這個創新創造群體裏面 以謊言的恩賜表明 將巴別塔的就座記號除去 人在這個恩賜下再成為一個國道 一個語言 其實他想體現這件事情 明白嗎 一個國道 the kingdom of God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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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件不普通的 特別的明白 他是在教會誕生的那一刻 你要很正視 到底神的心意 在教會誕生的時候 放些什麼在教會裏面 什麼是上帝很想教會 一開始的時候就用了 但我們就把他本末倒置 謊言很重要 非常重要 什麼方式最重要 不是 錯了 是萬國得福的理念 因為神的子民的 mission 做到了嗎 這點很關鍵